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你见过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或者是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吗 实际上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即便是同兰双身子 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人活不开朗 敢说敢做 遇事勇敢 而有的人多愁善感 谨小甚微 有的人勤劳诚实 有的人却懒惰教化 有的人谦虚好学 有的人则骄傲自满等等 这些心理方面的差异 就是由不同类型的人格特性造成的 我们每个个体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 实际上是千差万别的 而这些人格差异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复杂 因此 探究锻炼与人格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 我们个体在体育锻炼中的不同行为表现 同时也为个体选择科学的体育锻炼 这个行为方式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可见 我们这个主题 在锻炼心理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那是不言而喻的哟 那么 这个主题的主要内容 要求大家找我 人格的定义和相关的理论 要了解人格的品定方法 体育锻炼与人格的社会化 还有体育锻炼与人格的培养